欢迎收看国家队教学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冯亚兰的正手勾式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的视频 冯亚兰发完球以后对面摆短 球冒得有点高 冯亚兰快速的上前利用正手调打 可是球下网了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球它会发球抢攻失误呢 首先冯亚兰的这个勾式发球就是带有一定下选的 当然这个下旋不是很强烈 侧旋比较强 对面在摆短的时候呢 手腕稍微的向下点了一下 那么将这个球的下旋加强了一部分 而冯亚兰在上前调打的时候 可以看到身体是差位置的 而且调打的时候向上摩擦不多 向前发力较多 所以这个球呢直接下网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冯亚兰勾式下旋发球的动作 首先看一下握拍 这个握拍和立旋转发球的握拍很像 大拇指向上移动的较多 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全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中指和食指靠的比较近 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全住放松的贴靠在拍柄的背面 我们从正面基本上看不到后面的三个手指 这样握拍手腕更加的灵活放松 拍柄也不容易被我们手腕顶住 我们再来看一下抛球的动作 持拍手提前的进行引拍 差不多引拍了30%左右的动作以后 非持拍手才开始抛球 注意抛球的时候也是要往身体内回抛 让球距离身体较近 这样我们在发勾手的时候呢 更加容易发出旋转 也更加容易摩擦 在引拍的过程当中 走关节带动手臂向右后方进行引拍 我们可以看到冯亚兰在引拍前的这个动作 有点类似于发勾手的动作 走关节架得非常高 但是后续的动作呢 走关节又向后拉开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对手 因为前面的动作感觉好像是要发力旋转 但实际上他又发成了勾手 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 我们要学习勾手发球的话呢 冯亚兰前面做力旋转发球的这个假动作 你可以不参考 我们发勾手的时候 直接向后转腰 带动手臂 向后拉开就可以了 在击球的瞬间 前臂快速的向下抖动 带动手腕摩擦球的中下部 击球过后 手腕向前进行一个翻转 把拍面平过来 那这个平的动作 它其实不是多余的 在后面的教学视频当中 我们会讲到冯亚兰用同一个动作 发出下旋和不转 所以它翻转一下拍面 是为了迷惑对手 那注意勾式发球的这个发力核心点 在于手臂的力量 那很多人发勾手是用手腕去勾 而且手腕勾得非常厉害 那勾得多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经常漏球 或者在发球的时候 导致乒乓球 二次碰到我们的球拍拍面 因为你的手腕内勾幅度太大了 所以你摩擦完了以后 你的拍面勾回来 又把球的飞行弧线挡住了 导致你把拍面又碰到一次球 我们可以看到冯亚兰的勾式发球 手腕没有怎么去内勾 拍面和前臂 基本上乘170度就够了 在触球的瞬间 利用前臂去带动手腕进行抖动 手腕不进行主动的发力 有的人手腕去勾 一勾这个球 既摩擦不出旋转 而且容易失误 所以大家要体会到前臂带动手腕 快速的去切球侧面的感觉 你这种快速的抖动 出来以后自然摩擦的就非常转 再一个要领悟到腰宽 去带动手臂瞬间发力的感觉 如果说你的腰不转 你腰领腰发力的这个感觉 没有出来的话呢 你仅靠手臂也很难把球摩擦好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解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来分析一下 梁静坤的正手侧悬发球 梁静坤的正手侧悬发球